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着上一个视频继续讲 我在葡萄山的第二天 早上六点钟又起床了 六点半之前就已经走出门口 在民宿附近坐景区的巴士 第一站我就会去到山顶的隧道 参观佛典山景区 今天葡萄山的天气依然是下雨 这里就是葡萄山的索道 单程的票价是40元 来汇商情就是70元 建议大家买商情的往返票 因为到时走其他景点都是需要体力 早上从民宿出来的时候 是不用带行李的 在葡萄山的旅游开发已经是相当成熟 带建的行李 民宿就会直接帮你运到码头 你马下离开的时候在码头取就可以了 这次我过来葡萄山 相对来说算是淡贵 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坐一部纜车 没办法今天下雨暴大 什么景色都看不到 葡萄山不愧为人间第一清净地 来到这里你就真的会觉得内心难得的清净 好快我们就到山顶了 出了索道之后 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 就可以来到佛顶山 当地的人他们是很体重佛顶山的 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没有来到佛顶山 那就等于葡萄山百里了 佛顶山就是葡萄山的最高峰 它的高度就有292米 来到佛顶山 我们就会去礼敬在葡萄山上的第三大禅子 位制禅子 礼敬的时候又有风 又要装香又要扣拜 所以担遮是一点都不方便的 下雨天时穿雨衣就是最实际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字 佛顶佛 无论是从左边读还是从右边读 读出来都是一样的 其中一个顶是简体字 另一个顶就是繁体字 第一个佛顶是名词佛顶山的意思 第二个顶佛就是动词的意思 在位制禅子里所供奉的 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附上一张参拜的顺序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无论去到哪个寺庙 都不要拍佛像的正面照 礼敬完位制禅子后 在后门可以看到这座铜像 当年83岁的陆友 和他已出家的仪式伙伴 在谈论佛法 在铜像旁边 其实就是看整个葡萄山的景色 最美的地方 可惜下雨大霸什么都看不到 从位制禅子出来 我还未吃早餐 见到一个素菜馆 先进来吃一碗素面 20元一碗 你不要说有多好吃 吃完面后 接着我就坐纜车下去 接下来要去到第二个景点 凡音洞景区 在葡萄山景区去到景区 交通非常方便 有缘的人可以在凡音洞景区 见到大事真身 过来凡音洞景区前 要准备几张100元人民币 尾数号码最好以600 900或800结尾 在凡音洞景区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善材古董 里面是不准拍照的 总之人家怎么做你 照着做就行了 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求财都是同样的道理 千万不要一开口就求一个亿 这样不单单只会吓陌佛祖 还会围难佛祖 小财靠勤中财靠字 大财就是靠勻 其实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多少财富 已经是定数 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每件事 都是最好的安排 离景区范音洞这里 接着我们就坐车去到葡萄山的第二大禅子 法语禅子 记得过来葡萄山一定要大一点现金 三大禅子和南海观音 买门票都是需要现金的 见到这四个字尾 天华法语 这四个字就是由宏一法师所书写的 在法语子这里有一个宝贝 就是这一块九龙壁 中国只得两个地方有 这里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道就是北京 北京是用三百玉子标割的 这个是用什么质量 买的 这个是石碑 石碑 多少年了 公元1580年就共存在这边了 将近六百多年历史 一入到法语禅子 就可以见到这个最宝盘 见到这个最宝盘 就绕着它抹一圈 在民宿那里 我已经提前买好香 每来到一个禅子 首先都要装香 再礼拜 参拜的顺序和所求 给大家作为参考 在葡萄山这里 这里只要到饭点的时候 几乎各大禅子都会有齋饭供应 而且售价超级优惠 一般都不超过10元 今天我就在法语寺这里吃午餐 即使是普通的一碗面 搭配素菜 味道都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礼拜 在葡萄山的第一大禅子 普濟禅子 普濟禅子始建于公园的916年 里面就是一座葡萄山最高的佛像 有百米百高 里面一共有8个大殿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去礼景 在普濟禅子的门口 有一座很小的塔 叫做多宝塔 千万不要小看这座塔 它就是目前华东地区 唯一现存的元代的石佛塔 在普濟禅子的门口 可以看到这个15畝大荒堂 荒堂上面一共有3座桥 分别是姚慈桥 以前是被老百姓走的 中间是御桥 是皇帝走的 另一座桥叫做永寿桥 我们走到永寿桥 相传就是一句这样的说话 永寿桥上走一走 可以活过99 在葡萄山里面 和大家推荐一间咖啡店 Seat Coffee 喜德咖啡 他们在葡萄山都有几间分店 如果遇到的话 大家不妨可以进来坐一下 喝一杯他们很有特色的 是禅意咖啡 店里面的工作人员 目测全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非常有朝气 这杯禅意咖啡真是很有特色 虽然售价就觉得贵了些 38元一杯 但都是值得一试 我去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冰箱帖 但葡萄山冰箱帖的售价 我就真的觉得有点贵 很多地方都是卖49元一个 但在这一间喜德咖啡店里面 他们卖29元一个 而且形状非常特别 我就选了这个冰箱帖 我自己很满意 在葡萄山用一日的时间来走主要的景区 确实是消费不少的体力 如果是想轻松一些 或者是有长者的话 也可以住两天 这样就没那么辛苦 接着来到下一个景区 保达子竹林苑 保达就是美丽的意思 紫竹林中观自在 相传这里就是观世音大事修行的地方 孙悟空陪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一遇到什么他解决不了的麻烦 他就会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来到这里找观音菩萨帮忙 在这个景区就有上下两个子 我们首先就从海边的子开始礼敬 见到写着紫竹林的这条龙尾 要从龙头磨到龙尾 寓意做事有头有尾 亦都会从年头顺到年尾 这次我过来普陀山 真是雨一刻都没停过 海边的景色 现在看过去看下去 就清晰过早早很多了 位于海边的这个子 它的名字很特别 叫做不肯去观音院 它就是普陀山的开山祖庙 在不肯去观音院的旁边 是著名的潮音洞 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用心去慢慢的聆听 听闻这个潮音洞 在普陀山这里 是海天法国的法源地 潮音洞这三个字 看介绍就说是在1699年的时候 由康熙皇帝所书写的 听到这些海潮声 好事就会发生 礼敬元靠近海的子 接着就可以上回来 礼敬上面的子 葡陀山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 它就有着海天法国南海圣景的称号 它又被称之为佛教圣地 而当中在葡陀山最有代表性的景点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南海观音大佛 在我们走去观音大佛的途中 在地上就可以见到这些一朵朵的莲花 我们走的时候就可以在莲花上搭一搭 寓意福为相增 步步生年 这一路走去南海观音的莲花 一共就有47朵 在佛教当中48就代表48大圆 而这些莲花就只有47朵 寓意在人生中总会有遗憾 就是因为这些遗憾 我们才有更多的期待 无论在我们的人生中遇到什么 当你注视着它慈悲的眼神 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可以釋怀 拍佛像尽量不要拍正面 拍后面侧面都可以 到此为止 我的葡萄山一日行程就结束了 从早上6点半出门口 一直走到马哈5点钟 从周山回佛山的机车到马哈8点半 时间刚好 来之前和临走都要在石头拍照 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葡萄山的特产是观音饼 大家可以买些回来做手讯 这次我就是坐机场大巴过来机场的 7元一位 更划算呀 我的葡萄山两日行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啦 多谢你们的支持 8点钟 3点 2 4 ello Wet